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看看他的一天 早上 王爷爷和其他老年人一样 天还没亮就起床了 早饭过后 他带着心爱的宠物去家旁边的公园散步 他的宠物可不是小狗 也不是小猫 而是一只漂亮的小鸟 王爷爷每天都会带着小鸟去公园 这个活动叫六鸟 到了公园 王爷爷和其他六鸟的老爷爷们 一起散散步 聊聊他们的宠物 走累了 把鸟笼挂在树枝上 就开始了上午的第二个活动 下象棋 你看 他们下棋的时候是那么认真 时间过得好快 不一会儿就快要中午了 是回家吃午饭睡午觉的时候了 王爷爷吃饭很讲究 他说 年龄大了 不能总想着吃肉 要多吃蔬菜和水果 少吃太油太腻的食物 下午天气好的话 他会在院子里写书法 王爷爷不是在纸上写书法 而是拿着一只很大很大的毛笔 用水在地上写书法 是不是很酷 像练功夫一样 写累了 就坐下来休息休息 喝杯热茶 这样的生活好惬意呀 你们呢 平时也会像王爷爷一样养生吗 快告诉我们你的养生方法吧